這個resources把它建立起來 像我們如果有人開始做rotation 做兩組的rotation 那他就把這個material 既給立平或既有無間 那你下次你另外來說 喔好像這個不錯喔 他的班上還在做一個ABC部 他的班上在design comics 古年級的學生說喔不錯 而且畫作好像有條有理的 甚至有一兩個學生的 學生的這個example 你都把它照相起來 那對那個老師來講 他不用從頭去搜索的那些資料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每一組 就大概講一個你覺得你的 你們的那個就是 Sandestation 對 好了 打問一下 好 我們的那個 我們是Sandestation 就是針對三年級的小孩 要說他們能畫一遍 然後 然後 祝你把你的背包放下 然後 祝你把你的背包放下 祝你能不能跑 那裡的位子 祝你能不能跑 所以我們就第一個 他們會把他們的背包放下 然後呢 我們的行動是讓 用建築文件 讓他們剪一剪 讓他們剪成一個立體的 我們會給你們一個照片 讓他們剪一個立體的二科出來 往一行的 那他們會剪成一個立體的二科出來 大概會 大概會 建築文件上面 大概會有些線 第二項目是,因為二科建好時雨下下來了, 他們的項目需要配合動物體, 這個訊息很重要,告別的旨意是一男一女, 所以讓他們配合動物體,把自己的動物結合起來, 要上船,然後配合的時候很重要, 還有一個藍的,一個紅的,藍的,很好啊, 然後進了船的時候, 其實第二個活動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一進船就一直下雨,下很長很長時間雨, 所以那時候他們怎麼辦,下一個站, 他們沒有準備,他們就出來, 然後怎樣帶領? 然後第三個活動就是,因為最後的時候呢, 到Provice,有一個Dry Land, 所以我們會讓他們,就是一個很大的Poster上面, 讓他們會創一個Dry Land, 有Green Grass,有Flower,還有Animal,還有Peeple, 所以八個人,McNoah,他的Family,八個人, 還有那個Riple,Riple一定要畫出來, 因為那是God的Provice, 然後最後是Trace, 就是唱歌,唱歌, 好棒,好棒, 那你站不上學了? 十分鐘他們就已經點在三個學生, 三個人就不容易, 那我們古年級? 我們古年級其實好多東西都是, 我比較注重寫的, 但是我們有兩個level, 一個就是我們兩個組, 一個是Dinosaur, 一個是Dolf, 因為跟Noya的, Dinosaur是因為小孩子比較喜歡Dinosaur, 那Dolf是因為跟Noya這個事情很有關係, 那我們Dinosaur這一組, 我們基本上的活動就是DESIGN, 就是ROLE PLAY, 叫做GODS, 告訴他們說, 又Bewer an Arc, 怎麼樣? 然後一步一步來, 有人玩Noya, 有人玩他的孩子, 然後叫小孩子又怎麼樣? 他們又把ACT OUT, 就是, 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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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fueence on the did Timusterskur Rabies, 我就叫他們說怎麼樣DIOそれ跟我要行動Hugue where an Arc and Said God and 叫他們亂畫一個Label這樣 。 那比較由 Upper Level我就是, 好多都是寫的很多東西, 而且就說他們Write Journal或者編文. 或編文. 我認為小孩子很多時候不知道怎麼樣寫這個編文, 但是我們最近有在做 newest program 所以就像Know Us, 然後從A開始寫一輪, A開始寫一輪, 然後小孩子實際上非常創造, 讓他們描述的故事, 很多小孩子都非常喜歡畫, 而且他們畫出來的東西是… 還有一個就是說, 可以跟我們這個世界的那個 Current situation, 寫寫看說, What's going to happen? Don't obey God. Wow! Activity 非常非常好! 你想你看, 你剛聽到這些 activity, 就比你一個老師在上面講40分鐘, 那個對一個孩子來講, 差多少,對不對? 你比較不會 lose to the students. OK, 我們請這次也學一下,好不好? 就聽老師講了, 對, 對, 我先, 就像我是聽他們說以後, 你們有點煩, 有一點點小音音, 小音音, 因為Know Us, 他們還想剛學A,B,C, 那我想我們第一個 activity, 就是把這些主要的key words讓他們學, 就是God, Noia, A, 等等這些, Rainbow, 這些就是通過picture, 完了沒寫一個人, 他們都在自己的紙上寫, 我想這是第一個 activity, 讓他們把這些key words都學完, 那第二個呢, 我們就應該是做一些小小的手, 就做一些, 讓小孩子參與, 去做一些參與, 讓他們就大概了解一下, 挪雅的life, 他怎麼是歐美的, 我們因為沒討論, 其實老師跟我們講的, 也不能說, 不能說什麼的, 展示一下,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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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孩子, 假設我們是, 就是老師在一起work together, 然後design一些activity, 對於我們, 甚至我們比較大的孩子, 他們都會覺得很有興趣, 對不對, 你說寫journal, 寫poet, 就比他坐在那裡聽, 尤其是五六年級的孩子, 那個就會effective很多, 或是engage他in discussion, 或是甚至辯論都沒有關係, 以後如果孩子大一點, 想到sex education, 你想不需要經過辯論嗎, 你講給他聽他就會聽嗎, no, ok, 我遇過很多小孩子, 甚至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這個同性念的議題, ok, 一個小孩子你不能跟他說, no, 我們就是一男一女, 他不甩你的, 他說可是很多同學都不是, ok, 老師也說不是, 所以就是說這個, 如果你在教主日學, 提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甚至我們做挪雅方中,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開始有一些discussion, open discussion, 對不對, 然後甚至可以argue,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來個辯論會, 然後最後老師來, 來從聖經的角度, 我們來做一個conclusion,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open, 所以病人我們在教會裡面是一個open, 這個平台是open的, 對我們的小孩子, 他不是不敢講, 你懂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甚至農雅方中, 我們都可以提到sex education, 對不對, 我現在可不可以兩分鐘的, 我現在是帶我兩歲多的小孩子去city college, 去上一個課, adult school, 他們課程的是叫mother and me, ok, 主要那個是給mother的class, 那我今天一來聽到李老師在那邊講那個table的station rotation, 我們那個class都在弄, 所以他用那個冰的會變成水, 那種下雨什麼water life, 小孩子都教了一起, 老師從唱歌當中就講那個reaming water, 從mountain, 然後到水, 到海洋, 這樣子太陽出來了, 然後就蒸發, 然後就遇到天氣不好的時候, 寒冷的空氣又變成雨, 這樣子下來也結冰, 所以孩子們他講到這個water life, 然後講到five sense, 剛才也講到five sense,對不對, 他就像教你眼睛, 有沒有以前小孩子不是也唱,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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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沒有那個shoulder, 什麼東西,body, 所以他就告訴你眼睛是看的, 然後耳朵是聽的, 嘴巴是長的, 有些什麼的味道, 他們都講, 然後呢, 這個puppy, 他也講, 他講那個yellow, 講的animal的故事, 這個brown bear, 然後他就很粗的幾個animal的type, 這個紙, 兩面都有, 他就是用一個冰棒的棍子, 然後把那個brown bear, 然後white dog, black sheep, 他都是這樣子用兩個冰棒的棍子, 這樣兩面都有, 然後他講, 老師講到故事, 唱到歌的時候, 小孩子 have to learn the color, 就是 automatically, 老師講的brown bear, 然後white dog, black sheep, 所以他這個兩歲的小孩子, 我那個都知道了, 他的中文、英文都知道了, 你懂什麼什麼,pink, 他最喜歡的pink, 所以還有fine sense, 然後還有touch, 甚至他的touch, 他都知道有的是slippery, 好像roth,什麼東西, 老師會provide的這些東西給我, 所以就是說讓我自己as a grandma, 我也在那邊學, 然後他說discipline和punish不一樣, discipline給孩子的就是他的鼓勵, 讓你養成很好的習慣, 慢慢你get used to it, 那punish他是說通常都是負面的感想, 負面的人, 所以他不準備punish, 所以我就說跟那個老師討論, 然後他說小孩子哭, 像兩歲的, 一歲半的, 他從一歲半開始收, 兩歲到三歲, 一直送到pink, 然後kinder garden, 這樣子的他都有, 所以我那個孫女真的是愛得不得了, 愛得不得了, 那然後他是你的小孩有什麼情緒的問題, 或者是什麼的問題, 你都可以跟這個老師討論, 都可以隨時問, 所以就是說讓我在, 我自己帶我小孩子的時候, 我自己做兒童主義學老師的時候, 跟我的小孩子怎麼樣講這些聖經故事, 一直到我現在帶我的孫女, 我怎麼樣要跟她用這麼多的鬼體的方法, 因為我那個老大他已經, 我就是知道你跟老大老二不能夠聊到你心講聖經, 你要獨自的, 否則的話他們不感興趣, 那你講的老大的, 老二不見得喜歡, 你跟老二講的老大不見得喜歡, 所以不要把孩子都還要回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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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你們看, 真的是, 很好用的這些人, 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要知道現在的教育方法, 都是很符合, 尤其你知道你們的孩子, 我們那個孫子的, 每天都站不住, 他來我的電腦, 我就說這個是劍腦, 他手還是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的小孩子, 他們受到這個Motimedia的影響, 我們更需要抓住他們的心, 這是我的結論, 就是說, 怎麼樣走上來的, 一定要抓到小孩子的心, 這樣他來學聖經的真理, 他才會被吸引, 會有神,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尤其是高年級的學生, 這個, 您剛才有提到, 甚至都可以讓他們辯論, 像我孩子他在家就說, 他就說, 因為他們學校剛剛學, 才學了那個creation, 學校, 學學校? 對, 他們又學很多history, 歐洲什麼什麼都有很多宗教, 然後他就辯論說, 這個Christian, 他就是one of the religion, 你怎麼能證明創造的呢? 天天在家裡跟我們辯論。 到這個時候非常挑戰。 您的經驗就教六、七年級,這個年級的學生。 我跟您講,最重要是您要能夠聆聽。 真的不是說,因為你辯論贏了, 你把那個窩給輸掉,就沒有意思了。 以前我教七年級的學生, 有時候我在教聖經的道理。 有時候他們在學校學的東西, 有時候跨不過去。 所以你就要 listen to 他的 argument。 我是覺得如果你聽, 可是也不要去反對他們。 我有時候很少馬上正面去 argue。 我聽我說,我明白。 我可以從你的指示,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指示。 當他覺得你可以看到他的指示, 他的那個牆啊, 牆比較會掉下來。 牆下來以後,你再來講為什麼, 你是 but from my perspective。 OK,你不要說, No, your say is wrong, 你講他的 wrong, 他根本不要聽你的 perspective。 真的要很小心, 尤其在主日學裡面, 我們在教的時候,OK, 如果一個孩子, 他提出跟你不同的意見, 5th grade,6th grade, 他們一定會的, 甚至40th grader,對不對? 你不要把他說, No, you are wrong, OK,你不要否定。 OK,因為有時候他, 他真的是這樣無利, 他很真實的跟你講出來,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那是很寶貝嗎? 很寶貝啊,對不對? 所以我說,Oh, the acknowledge, 你知道我,OK, 我知道,我想我大概了解, 你在講什麼,OK? 然後跟他談一談, 你才講你自己的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only my perspective. 所以他不會覺得跟你是針鋒相對。 然後完了以後, 如果有時間, 如果你跟他establish relationship, 就像我講同信念這個, 今天我跟你講, 很多高中生會跟你辯論, 不見得會同於你所講, 也跟我的女兒, 我也跟他辯論幾次, 因為他很同情, 因為你為什麼? 他們兩個都是讀公立學校, 他的同學以後, 長大以後, 有的變成transgender, 有的變成同性念, 那些同學都是他們很好的同學,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不能批評他的同學, 所以他們會跟我講說, 可是我們基督的不是應該要有愛心, 你看他們現在都已經二三十歲, 還跟女人說, 我們不是要基督要有愛心嗎? 為什麼我們Christian常常講, Homosexual不對,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還是會跟你argue, OK, 可是如果你是在跟adult time, 對不對, 或是跟teenager, 你不能夠become very defensive, 你一defensive, 他馬上就turn off,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甚至我們的初中生, 我要跟你argue, OK,你要先聽, 像我的女兒嗎? 兩個女兒我就先聽, 聽完以後我就說, 喔, 你會有這種想法就是因為某某人, 啊有的像我大女兒跟我提到一個, 他是我們教會長大的, 這孩子我還帶過主日學, 後來他因為父母離婚, 就沒有來我們教會了, 後來他就去當兵, 當兵他變transgender, OK, 出了就是從, 不過就是要離開他的army, OK, 離開army, 所以那個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shock,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當我女兒跟我講, 因為我說那到底你講的是誰? OK, cause你這麼多,